庭院只需要小小的改变,就能给您带来好的气场 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个庭院设计的秘密 庭院景观之时的布置风水 在庭院中,石头被视为地气的象征 其形状和质地不仅能够塑造出不同的美感 还能够调整庭院的气场,为主人带来好运 以下是选择庭院景观之时的关键点 帮助您打造风水移居的庭院空间 首先选择天然食材 天然的食料,如花钢盐、石灰盐、石鹰盐等 不仅具有自然美感,而且能够调整庭院的气场 因此,在选择置实时,应尽可能选用天然材料 其次,注意石头的形状 石头的形状与代表的元素有关 例如圆形代表完整和谐,适合用于水池或水井中 但要注意,应避免选择形态怪异 过于尖锐的置实,会给人不好的心理暗示 压抑恐惧或是碰触受伤 第三,考虑石头的大小和方向 石头的大小和朝向也会影响庭院的气场 大的石头通常代表稳定和安定 可以用于增加庭院的稳定性和安全感 小的石头代表灵活和变化 可以用于增加庭院的活力和生气 此外,石头不同的朝向代表着不同的元素和意义 例如,向东的石头代表健康和长寿 向西的石头代表事业和财富 向南的石头代表民生和生育 向北的石头代表事业和工作 在庭院中设置景观之时时 应根据风水学的原理进行合理布置 以达到最佳的效果 通过上面介绍的考虑要素 您可以打造出一个风水移居的庭院环境 以上是今天分享的全部内容 感谢观看 原小家,您身边的造源专家